您好,欢迎来到赫葵绿建筑大小室 这一集的内容是LTC4 Locations and Transportation Credit for Surrounding Density and Diverse Uses 基地周围的密度以及多功能的使用 简单分为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基地周围的密度 但它其实有两个比较小型的方案 让我来为各位做说明 首先您先把您基地的周围 可以进阶线往外以AutoCAD的Offset指令 扩展出一个新的领域 这个距离应该是四分之一英里 或是四百公尺 在这个区域里面去检讨它的密度 第一个是Option1-A Combined Density 方案移植A合并的密度 就是把居住的、非居住的都一起考量进去计算 立的有提供您公质和英质两种单位 在这个表格里 如果您达到第一个等级 您可以取得两分 那第二个等级如果是Core & Shell 结构体这种建筑方 建筑类别 您可以取得四分 但其他的建筑类别就只能取得三分 但其实三分和四分在立的来说 都算是高分的得分项目 Option1-B Separate Resistential and Non-Resistential Densities 第一个方案的子方案 E-B 是把居住的和非居住的分开来检讨 您需要两种都符合才能取得分数 以居住的单位检讨来说 是使用DU Dualing Unit 居住单位 去除以您的范围 这个居住单位有包含说 在混合的建筑类别当中的居住单位 您也必须把它计算进去 那以非居住单位的检讨来说 它使用的是FAR Floor Area Ratio 楼地板面积和基地的比例 它是用来检讨非居住的地区 那您必须把停车空间扣除掉 因为分子分母都会消除 所以不管使用公字或音质 您得到的数字会是一样的 第一个等级您可以取得两分 第二个等级 其实跟刚才说的很类似 Quar and Shell 结构体可以取得四分 其他的类别 其他的建筑类别 就可以取得低一点的三分 我放了一个例子在画面上 您可以暂停一下 花点时间了解 至于在立的第四版手册的 84页 有一个例子 不过这个例子 我认为它并没有非常好 因为它使用60英模 来同时作为居住和非居住两个例子 给您参考 这很容易搞混 不太好 第二个方案是Diverse Uses 多功能的使用 从您建筑物的主要入口 开始计算 走路的范围 半英里或是800公尺 请注意是走路的范围 不是直线的范围 您去检讨说附近可以使用的 不同功能的设施 或是商店之类等等的 每一种类别 不能算超过两次以上 即使有两种在里面的项目 最多也只能算到两个 五个种类当中您至少要包含三种 这五个种类在立的第四版手册的 795也有列出 那当然下面有一些细项 不过我就先讲这五个 大的类别 第一个是Food Retail 食物的 吃的 餐厅的 第二个是Community Serving Retail 社区服务的各式零售 第三个是Services 服务类别 第四个是Civic and Community Facilities 给市民和社区使用的设施 第五个比较特别是Community and Archer Uses Commercial Office 就是商业的办公室 不过这个只给BDC新建筑 跟IDC室内设计 这两种类别使用 好 那另外这个分数项目 他有提到一些仓库配送中心 以及健康医疗类别的 一些要求 那这里我就不细说 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麻烦参考Lead的手册 谢谢您的观看 希望下次见 拜拜